本节目由葵花为康林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止痛 更止痛 亲爱的观众朋友 打开抖音 搜索爱情宝贵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四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 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 做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来了解一下对这些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的妻子是一个另类的鸡娃妈妈 她给孩子安排的未来我不能理解 每天上一些表演课 声乐课能有什么前途 时代不同了 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更注重文艺培养 孩子有这方面天赋 当然应该因材实教 而且读书也不一定就有好的未来 她仿佛只有母亲这一种角色 在家对我视而不见 我的请求经常得不到满足 我的身体不舒服 也得不到关照 难道我只是这个家的赚钱工具吗 快40岁的人了 总还求助别人 未免有些矫情 成年人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牵动身边的人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薛先生37岁 来自沈阳公司销售 有请 江女士40岁 来自沈阳公司文员 有请 欢迎两位 孩子多大 11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 对 鸡娃的妈是吧 对 你说不了了 对 今天想来说一说 对 我要控诉她 控诉啊 控诉就算了 说说就得了吗 她给我的暴力班 就是鸡娃到什么程度 暴力班全是声乐表演的 然后一系列全是课外的活动 跟文化课根本就没有关系 然后甚至请假呀 还有是周六周天休息呀 就全带出去拍摄了 而且我不瞒你说 我这拍摄的片酬 她拍一次二三百块钱 现在片酬将近三万块钱了 你说她得拍多少 我算一下啊 两百 一百五十次的 对啊 没有她说的那么夸张 因为你看双休日的时候 别人家也在补课 其他孩子补的是文化课 但我决认小学 不需要补文化课 对吧 学习习惯好的就可以了 是是是 然后孩子吧 在表演这方面有天分 那我 天分都看出来了 对 因为她挺射牛的 然后每次出去拍摄 导演对她也挺赞扬的 主要是她喜欢 她喜欢 那家长你就支持她呗 是是是 对不对 又不用咱们付出太多的东西 你就是搭点时间 你现在说文化课 你都掌握不好 将来你再有表演台课 有什么用啊 你将来考表演的学校 啥的 也需要文化课呀 文化课不过关 你也录取不了 她刚小学五年级 你就给她派死刑了 你就觉得她就不行事了 但是五年级 我感觉五年级挺重要的 您现在道理的焦虑 是来自于说 孩子课外课的方向上的有问题 还是来自于课外课 妈妈选择的太多呀 上课外课不是多 是她把有的时间 都用在这种拍摄和上课外课上了 就是我想带我儿子出去玩 基本不可能 没有时间 一点时间没有 除了拍摄 就是上这种课外课 孩子的成绩怎么样 成绩一二年级还好 现在五年级严重下滑 你在楼下跑着玩也是玩 对吧 她有这种拍摄的机会就去 她接触的都是成年人 锻炼的也不一样 再有一个就是 这种我们都是平民家庭 都是公司职员上班的 报这种课 报那种课 一万几千的 然后我还有还上房贷车贷 就我儿子一个月的学费 就要好几千 几千 三四千 你们家家庭收入是多少 我能一月比他多点 我能挣一万多块钱 她呢 她最近刚上班 刚上几个月班 现在好像一月四千 那还可以 之前不上班 之前都是靠我一个人 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 经济压力大 那你就努努力多挣点 那你不能因为 没有钱了就啥也不学了 谁家不是在努力啊 我也在挣钱 我不是说在家待着 我就整天陪孩子游山玩水 那行你不开心 我也在挣钱 我也在上班 然后回来了 我也照常做家务 还得陪孩子 我都没有你出去陪他 你还有啥可抱怨的 那你想没想过 这种压力特别大 你考虑过 你知道大家现在房贷 预约还多少钱 车贷预约还多少钱吗 房贷还多少钱 这不需要我知道 啊 这是什么 我这钱都交到家了 我还知道那么多吧 我还得管孩子 我还得管家 我还得管你 我都管 我要你干啥呀 我隔一过呗 天哪 就是我们结婚14年 我不瞒你们说 我们是月光族 没有一分损款 给我造成家里的 就压力特别大 我父母还有病 然后呢 我现在说 如果我妈又真有病 我衣服钱拿不出来 我这钱我又没乱花 说我今天买个名牌包 我明天买个名牌衣服 就这点工资 你还整天穿名牌 那行 行 听明白了 妈妈反正 绝对是有道理的 正义之师 对吧 钱没花在我身上 花在你儿子身上 是吧 我属实没花 我的衣服就180块钱的 就这点钱 我已经很精打细算了 我觉得我做一个妻子 很合格 行 还有啥 还有就是 我们家庭的聚会啊 每年不是家庭 就说其他姑八大姨啊 在一起吃顿饭 就是这么多年了 我媳妇和我儿子 一次都没参加过 就是我一个人去参加 人家就是90口人 都在一起说 就你家就一个人 你媳妇挺忙啊 你儿子打的这么没时间呢 然后给我造成挺尴尬的 这为啥呢 我觉得亲情是双向奔赴的 你不能有那种思想 说我啊 我是长辈 你就得绕着我 围绕我走 那你是不是 你明知道这些年 你也说十多年了 那明知道我们家 事多 对不 说我们家孩子安排的满 那你之前你不会问我吗 比如说五一放五天假 你们家哪天有空 咱吃饭哪天都行 不 从来都是通知你 哪天哪个时间 你到位就行了 我们也有自己的事 是我也想陪着你 对不 大家全家乐乐呵呵的 对不 但我没有那时间 你也没考虑我呀 你也不想让我去 你想让我去 自然你们会有人征求我们意见 没人征求 直接通知你 到位就完事了 就是孩子奶奶想看孙子一面 就是无一失忆 除这拍摄就拍摄 对 那行呗 那就是说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他们聚会不去 您把时间腾出来 带孩子去看看 是不是也行啊 我们过年的时候 都会在奶奶家过 平时 那你说这个东西 不能啥时间 都围绕着你家 那孩子他确实 需要这个机会 你上课的时候 不能请假 你放假了 还得去走亲戚 那你没有时间 人家导演等着你 你今天空了才拍呀 是不是不可能 不 我要打算你一下 他给有个微信群 然后给我儿子 找那种什么拍摄 咔咔咔咔咔咔 就给我儿子报名 我要发摩卡 按个找 没事就找 没事就看 之所以我这么找 就是因为他不够出名 够出名 人家导演就主动来找你了 那我们不得看吗 我们不得看哪个 适合着 我报个名 能不能被选上 你就想让我原地 成个大明星 然后你当他的经纪人 玩油沙玩水 你天南海北的飞 这是你的理想 还有就是 他现在在生活中 只有母亲的一个角色 他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 咋回事 就是我生活当中 就是我比较累 我没时间就是买东西 然后有一次 我让他给我买内衣那户 妻子给老公买内衣那户 薄分 而且他就说了一次 就当耳旁风一样 而且自己的快递号 十个八个包裹 他老多老多 开始往屋里滴 唯一都全是他和我儿子的 我的一件没有 那你不是没有时间 我觉得这事吧 他就有点较劲 你知道吧 那如果他真不会买 我就不睡觉摊黑 我也上网给买了 对不对 他自己比如说 什么我今天喜欢个手机壳 我一个车点香水 什么摆件 喜欢的都能买 那为什么这个内裤 咱就拿这个打比方 你自己不能买呢 你非得等着我 你给我买 我就等着 我看你啥时候给我买 是不是较劲 不是 撒个娇嘛 多大叔叔了 四十多岁过日的 一天鸡毛算是老多了 您是谁人才三十七 四十还不到呢 你在三岁和六岁的时候 差三岁差得多 这中年人 差三岁还多吗 中年人就不需要关心了 我没不关心的 他的重点是 你没在意他的需求 是吧 重点不是内裤这件事 那我在意了 那你有扣 站在瞎扒拉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买 我都已经忙得 脚打后脑勺了 你还在这儿 跟我叫什么劲 就得我买 而且我按照 他根本就不心疼我 不心疼这个老公 就是有一天 周六嘛 休息嘛 然后我就是 起得比较晚 然后我平时 我都做早饭 就那天早上 我没做早饭 然后他跟我说 就是擦地 就是情绪特别不好 能感觉出来 呱呱呱呱 动力特别大 然后呢 我说妈妈 一会儿我想去玩 玩会儿去 下楼 他妈说 玩什么玩 玩什么玩 一会儿就走了 晚上我就懵圈了 我说要去哪呀 去哪 学习一杯能去哪 就是那种 特别生硬的 然后呢 待会儿呢 转身踹门就走了 可能是因为没做饭嘛 带人下楼吃去了 我一个星期 七天 我上六天班 就周日休息 我早上边管孩子 边打扫卫生 你像个大爷一样 往那一躺不起来 你是觉着休个礼拜天了 那谁不想休个礼拜天的 我是出去逛街了 我是不是带孩子出去的 你就躺着问 干啥去 干啥去 我回答好几遍 听不着 我不得大点声 我大点声 态度又不对了 态度和大声 谁看不出来 我也不是傻子 就你态度啊 大声说 我一会儿带我儿子 去学习或者怎么样 我带我儿子 学习被能干啥 那谁听不出来 这态度不好啊 我很好奇地问一句 那这周六晚上 你们夫妻都没交流一下 说明天早上 要带孩子干嘛 这不都正常的吗 夫妻嘛 晚上的时候 躺在床上都聊聊天 哎呦 明天还活还挺多的 我们要干嘛去 干嘛去 干嘛去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分床睡 为啥 他嫌北屋冷 因为我们是 房子是南北通透的嘛 晚上要上南屋去睡 为啥分房 属实是冷啊 属实是北屋冷 不是 北方我们在谁啊 那你为啥没去南屋呢 我的意思是 那我儿子在南屋 住不下呀 他跟我儿子在一起住 不是 你跟十一二岁的儿子 住一个屋 不跟老公住一屋啊 我不是一直在那住 就是停气了以后 屋里特别地冷 今年我属实是停不了 就是盖着被都觉得风特别大 然后我跟我儿子在一个屋住 那没有别的屋了 我不能上客厅住啊 不是 那您这个思维是有问题的 我买个电暖器就解决了 我要想跟他住一屋的话 我买个电暖器就解决了 为什么不买电暖器呢 那对你得问问他 为什么不把北屋的地热修一修啊 那更能解决了 他也说了 您说的是停气啊 您这矫情啊 您这嘴可真厉害啊 冬天的时候也比较冷 我都忍了 这要是稍微的那个跟不上 您的节奏就给您带到坑里了 这不是带不带的问题 我就不想跟他住一屋嘛 你就直直说 现在他看我个比较反感了 那我看出来了 眼不见心不烦那种的 我就是我感觉出来 对我特别冷漠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 为什么是儿子住在南屋 不是父母住南屋呢 原来我们是住在南屋 我孩子住在北屋的 北屋那个阳台后阔出来 后阔那一块是没有暖气 没有地热 就冷 不是特别冷不就想办法改善吗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他的事 这个事还得我去想 我什么都想 我哪有时间 我没有空了 您就说他不作为是吧 对 每天回来了就躺着玩手机 咱以后就作为作为呗 我还想怎么作为啊 补习班我带去 饭我来做 你手受伤的时候 我都不用你洗衣服 我来洗衣服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是正常上班 我就周六周天休息 休息我还带孩子上一天课 周六三点课 周天三点课 我基本就没有休息 我还想怎么替你分的 培训的时候是您带的 对一直我的 拍片的时候 对 是妈带的 对对对 而且下班了 下班他是做饭 这个我承认 因为我到家晚 我到家最早都得六点半了 他回来的早 他四点多就回家了 那你还坐在那等我做饭 就有点过分了吧 剩下其他你说你干啥 你除了做饭 游瓶岛都不带服的 做饭了 往那一躺 啥都不管了 那你要是平时的时候 就我咱说 是现在我手 前段时间手受伤了 他洗衣服了 在我手受伤之前 十三年 你除了洗脸 你碰过水吗 啥都我洗 袜子 只要我就 假如说我不在家 你要有七天不在家 袜子就放七 换七所放着放着 就有一次我 咱俩争吵 我都给我气迷惑了 我上医院去检查 说我高血压 高血压 三十七岁就高血压 对啊 然后我也挺震惊的 然后他感觉他蛮不在乎 他就说高血压 你不正常 怎么的 你能吃能喝的 怎么正老胖 然后高血压 然后他正常也是 还给我争吵 就是我感觉 对我挺心寒的 你血压高 自己控制控制呗 你三十多岁了 还得我 我觉得你血压高 我得安抚你 你少吃点油腻的 你少吃点大油的东西 你自己都不注意 就指着别人 得让着你 得迁就你 你心情得好了 心情舒畅了 谁不想心情舒畅啊 一天就这个几个时间 我下班了 马不停停 我进屋 虽然我不做饭 那我马上放下衣服 就得干这干那的 我还得有时间 坐下来安抚你 你开心不 你快乐不 你干啥干啥呀 回家不熟识啊 你不插地 早上没有时间插 你吃完饭不刷碗呢 你还得给孩子检查作业 你还想陪孩子下楼溜溜弯 你一共有几个小时 你还得保证 在孩子睡觉之前 把这些做了 甚至晚上晚饭刷碗 我都等孩子睡觉以后干 你说十点能上床 都是最早的 你咋不想着 关心关心我呢 一周上六天班 还得照顾孩子 还得照顾家 媳妇累不累 媳妇难不难过 都指着我关心你 那我还不够关心你 我能承担的 我都承担了 我就差当保姆了 你都干了些啥 那么多抱怨 说出来快 她手受伤 我又洗衣服做饭 别说手受伤 然后你说地我是不脱 但是那些 我说买个洗衣机吧 这家伙她就说 你买洗衣机 回来我给你砸那么老贵 有一个洗衣机 因为我手受伤了嘛 东西就多了 袜子分开洗 内户分开洗 浅的身的都分开洗 她就觉得费事再买 我就受伤这几天 你买了你得投入吧 本身你都压力大了 你就想自己轻跳 然后买一个 再说你又放哪 又没地上又花钱 过两天我手好了 也不用你了 好好好 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 这老公还用不用吧 您直接给你名化 反正在你眼里 这老公没用嘛 您还用不用 那你也不能指着我 啥都指着我 没说什么都指着你 您还用不用这老公 那看她表现吧 她要能改 还可以考虑 这老公有用没用啊 现在没啥用 要没我的经济支持 别说了 别说了 你那点钱 在人眼里都不是个钱 还嫌你窝囊呢 对吧 我没觉着 现在有多 我多委屈 是他要压力大了 我造成的 不是 你有一点 你没搞清楚啊 每个人承压能力 是不一样的 要不然结婚干嘛呀 这有什么压力呀 谁家过日子不这样啊 是是是 您都对嘛 我也不跟您吵架 您看您 你说我问这点问题 我发表一下观点 您老怼我干什么呀 不是 我那意思 他觉得我就一无是处了 我在家什么都不 你是觉得他一无是处吗 没有 他把孩子照顾得挺好 其实我挺感动 我不是我嫌他 是他跟我看我一无是处 他对我不关心了 我回 哎呀我回家之后 就是晚上九点多回 他也不会问你说 你吃不吃饭呢 或者怎么样 从来问都不问 就是我直接上床 洗洗洗漱就睡觉了 在这个舞台上 有的男的说 我出去喝个酒 打十几个电话来 一点面子都没有 没有自由和难受 这不管了更难受 那很多男人活成你这样 可能都开心死了 你看啊 我老婆所有的关注焦点 全在我儿子身上 无暇管我 对不对 我想买啥 我能买啥 因为家里的钱是我管 对吧 我是早出晚归 还是不归 反正也没人管 人家压根没把我 当个什么人看 但有些男人就 就觉得自由了 就放飞了 这个男人可没有 这个男人是老婆 好像日子是我们俩的 哎呀我 我我们是不是 应该在一起逆咕逆咕啊 对吧 这明显嘛 我会网购 我能买那么多的东西 为什么我买内裤的时候 内衣内裤的时候 老婆你给我买一个 这不是撒娇吗 跟我来一句 撒什么娇啊 你多大了呀 你是三岁吗 废话 我三岁还结不了婚呢 对吧 我三岁要内裤 我都不用说我妈 你给我准备好了 你儿子内裤 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妈我要换新内裤 你买的 那所以说他脚 所以说什么呀 十几岁的男孩 他还需要你这样吗 不得自己提出来吗 有些事不应该跟爹聊了吗 天天跟你溺咕在一起 好吗 他爹不跟他聊 好吗 是他爹不跟他聊 还是他爹没机会跟他聊啊 他爹如果不负责任的话 为什么一天三个这个课外培训班 是他爹陪的 拍戏的时候你去了 培训的时候这个再培训 是真话吧 是 是真话吧 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全是爹 跟在旁边 出去出风头的时候妈来了 哎呀这个导演 您社交好啊 我好多家长我都不愿意说 你知道吧 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 把孩子给弄坏了 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事 搞培训 不是看孩子学了什么 他根本不在意你教孩子了什么 他们最关注的 老师 孩子能在哪露个脸啊 老师 能不能在电视台播出啊 老师那个你认识导演多 你能不能让我们孩子在某一个电影那边出个劲啊 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锻炼他一下 锻炼啥 比如说社交 比如说 这跟社交有关系吗 这是工作 这不是社交 没有像他说每个周都去拍 我想带我人出去溜玩或者溜的 就是假如说上两个公园玩 就全是课 全是这种课外课 就是不拍摄也有课外课 你看就是周六周天上课 我都待两天 就没有时间说 再说 再搞一些亲子活动了 其实挺可怜 妈也可怜 妈可不可怜 妈可怜 一个女人把自己所有的关注 放在了另外一个生命体的身上 其实挺可怜的 爹也可怜 可不可怜 也挺可怜的 这爹还算好 没向外 心还留在家里 这要向外了你可咋整 当然你会说滚 你没啥用 看不见呀 他的付出你看不见呀 他也不付出啊 行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啊 那个 你们听听老师说吧 我说的就是 我是没有生活的人 对吧 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我听不懂 老师总是听得懂的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波红兄 孩子当然可以去 适当的参加课外的培训班 但是您的功利心很明晰 您就是 把孩子当成了 实现你自己梦想的一个工具 恕我自言 您认为您很伟大 把时间全部花在孩子身上 我就是为了孩子成长 孩子需要关爱 需要你们两个人的关爱 但是作为丈夫 她也需要 妻子的关爱 当然 你也需要她的关爱 这是相互相成的 但是你们家 这个落差太大了 你现在已经到了 不顾一切 去培养孩子 当童心 往这一条路上去走 但是没有去想 这个家 如果因为你这样的一些行为 你这样的一种状态 丈夫最后真的忍不了了 这个家就瓦解了 我希望你能够看到 你们家庭现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真的 丈夫焦虑 儿子疲劳 赶紧的赶快的把孩子拉回来吧 这对孩子是有益的 谢谢 谢谢伯黄兄 杨老师 我从两点跟女生说 因为我儿子比你儿子才大四岁 你儿子现在所经历的我都经历过 那我的小孩从小也会去上很多 所谓的培训班 但基本上都是以他的兴趣为主 我孩子也参加过表演 一共参加过两次 也拍过一次戏 演过一次话剧 我觉得那是让他见见世面看看舞台 但那不是他培养他艺术造诣的舞台 他真正培养他的兴趣 对音乐的兴趣 我们从三岁弹琴弹到现在 你知道核心培养的 除了终身兴趣爱好 这还是棋子 最重要的是爱的能力 你的孩子根本没有爱的能力 因为在这个家里 他和他爸爸之间 都没有产生一个好的爱的连接 爸爸说什么不算呀 我家我妈一手遮天 不需要跟爸爸交流 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女性 没有男性的力量 小男孩最重要的 这个年纪还真不是妈妈天天陪着 是男性的榜样的力量 在你心里就是你爸 你爹没用 有什么用啊 不就周末开个车送你去培训一下 关键时刻都是你妈 男人太没用了 我给你讲 你儿子现在心中就是这样 如果你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培养他 将来他就不爷们 你毕竟走着看 第二点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40了大姐 马上孩子 我跟你说我儿子现在15岁 根本不需要我 但是我很开心 我儿子自己做饭 自己打扫屋子 自己学习 自己社交 完全不需要我 我就又可以去做 所有我爱做的事情 其实我也经过一段时间 很低落他怎么不需要我 但我现在很自豪很开心 我觉得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他是一个小男子汉了 所以就从孩子的角度讲 他会成长 你马上就很可怜 你太残了 我都看得到你的未来 没有兴趣爱好 十几年了围着儿子转 不看老公 他再过两年青春期开始 你就是最烦的那个老老婆 你记住我说的话 培养和老公的感情 放手儿子 培养自己生活的乐趣 所以你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为你好 为你孩子好 谢谢袁老师 来 珊娜老师 家庭关系当中 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 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 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大问题 亲子关系一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老公让你买内裤 他真的是让你给他买内裤吗 买内裤是一种亲密关系的体现呀 他怎么不让别的女人去给他买内裤啊 你可别挑这事啊 真买了就麻烦了 对 这就快了 这不是我挑事 马上了 但这真是你逼的 所以我就觉得听到那 你说那个说 你怎么那么矫情 内裤你不会自己买吗 是啊 他当然可以自己买了 为什么让你买 这是夫妻之间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 谁能给他买内裤啊 这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了 那你真这个老婆也不用当了 你压根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了 你让儿子看在眼里怎么想呢 你还让他去当演员 演员是在演吗 演员最重要的是用心感受 他从小连亲情都感受不到 请问他怎么演情感戏 什么都不懂 天天就害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 带你儿子去拍那些东西 到底是孩子感兴趣 还是你感兴趣呢 他本来是一张白纸 本来未来如果真的好好培养 有可能走上 与这个相关的行业 但是就在你这样的 从小把它带进 这样各种各样的剧组当中 他现在已经 这张白纸上涂满了 各种各样的颜色 他想再回到一张白纸 是不可能的了 这是我最难受的地方 就是一个妈妈什么都不懂 把孩子害了 还以我的孩子 现在学到了各种技能为荣耀 你和你老公的关系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你愿意过就过 不愿意过就不过 但是你不能害了孩子的未来 不能毁了孩子的人生 就说这么多 谢谢 谢谢善达老师 明娜老师 11岁的小男孩 其实不管你用多少课余时间 带进组里 他依然在学校的时间最多 为什么我们总看到 童心慢慢的都消失了 因为当童年 我们大量的时间在往外放 在被剧组 被承认的这一些事情感染 而没有在进行自己内在的填充的时候 后继无力了 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童心 比如说当年央视西游记里 《红孩儿》的扮演者赵星培 他演完《红孩儿》了以后 啥都不干了 回去好好地读书了 再也不演戏了 后来他做什么了 社科院博士 现在又是一个成功的这一个商人 对于他来讲 他已经在自己的通过智慧也好 学识也好 他探索出来了自己人生的路 童心只不过是我这一棵大树上 长出来的一棵小枝鸭而已 它使我的人生更丰富更自信 知道把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去 我都可以应对而已 再不把孩子拉回正道上 你的孩子避讳 怎么拉回正道上 你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明确地告诉他 马上六年级 该收心了 一切演艺工作全停 假如孩子你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的 我们要努力地学习 学文化课 学表演技能 未来我们要考正规表演院校 这样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 才更有机会接触到正规的一些影视资源 让自己在正规的一条路上去跋涉 而不是靠妈妈给你蹚出来的野路子 然后把每个周末交给你的丈夫 带孩子去体育场 带孩子去体育中心 鼓励他融入到那一些篮球队足球队里 跟男孩子们互动起来 否则你的儿子将来 可能跟其他的同性相处 都会成为问题 既然都是爱儿子的 既然他是爱您的 眼下能做出改变的唯一的人 其实就是您 自己好好想想看 该怎么样通往你希望的那条路 谢谢明大老师 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你们俩的关系完蛋了 其实这个世界对孩子来说就是坍塌的 我们也很少见到一个男人会发出这样的抱怨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是在意这个家庭 他是在意你给予他的感受的 您的问题当然很多 但是今天不以此为主 当你看到一个在婚姻当中 特别厉害的女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家的男主人是没有力量的 当你看到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在他的亲密关系里 或者在他家庭关系里面 有一个特别有力量的男人 就是他是靠得很舒服的 他不需要去张牙舞爪地去挣脱去束缚 所以你想怎么增加力量 其他的没有了 好好说说吧 我觉得你们俩可能连温柔的说话都不会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既然来到这个节目了 我希望你呢 以后能改一改你身上的毛病 多给孩子一些时间 希望你自己反思反思 老师们说的话吧 抖音搜索爱情保育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开通了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你打一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 哎呀 预测一下结果吧 会出来 对吧 当然 这个妈妈 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把儿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 不是 其实你 就是咱们客观地说 既恨又连 就是她代表了现在一大批中国女性 中国母亲多不容易 你说累不累 真累死了 效果好不好 效果真是糟糕透顶了 但是她刚才说了 或许我自己错了 这个不容易 所以肯定双出 杨老师 肯定双出啊 肯定双出 我就是希望今天真的对她有一些启发 别再去那些的剧组了 肯定双出啊 就希望女人别把自己的焦虑和野心 投射到丈夫和孩子身上去 有焦虑有野心就逼自己好了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嗯 咋啦 走了 走了 双不出啊 双不出啊 这个结局是 大跌眼镜 大跌眼镜 男生到底是什么没想到 我这么觉得是可能 他们俩都觉得现在状况 确实非常不好 回去反思一下 我觉得其实 现实生活里面的结局 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推导这个结局 为一个结局做决定的时候 人的那个思考才重要 如果妈妈觉得就是错了 不出来 回家再去致歉 也是一种方式 不一定两个人 非要牢牢地握着手 一起往错误的路上走 分开向正确的方向走 也许对他们对孩子 都是更好的选择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已经在一起四年了 从青春懵懂到现在 该成家立业 按理说不结婚是很难收场的 但是我现在真的 没办法下定决心嫁给他 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也很宠他 非他不娶 虽然我们还年轻 但我也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将来 他家里那些不靠谱的亲戚 和他做事不和我商量的性格 让我望而却步 他的控制欲和他的不尊重 让我对我们的爱情逐渐失去信心 我在非常努力地找工作 争取早日买车买房取他进门 而他却打了退堂股 欢迎两位 咋认识的你们俩 我们是在小饭店打工认识的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 追了将近半个月吧 才追了半个月啊 那好了多久呢 好了四年了 今天来是 他想跟我分手 我不同意 为啥呀 因为他没工作 没存款 还有一群不靠谱的亲戚 然后我就是觉得 没必要跟他继续在一起了 不是那那那你有存款吗 我们两个之前是有存款的 但是已经都被他造完了 呦 这姑娘现在是绝望了是吧 对 来说说发生一些什么好不好 因为我们两个 学历本来就比较低 然后存钱又特别困难 然后他就是花钱的时候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然后就自己私自买了一辆车 结果被骗了 买了什么车 买了一辆二手车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两万五左右 怎么就被骗了 还是被他亲唐哥给骗的 当时买车不是觉得 找叔叔比较靠谱吗 更好看 他是我唐哥 怎么可能会骗我呢 然后钱 我就给他转过去了 没想到 他还是把我给坑了 现在我也很努力地要这笔钱 放心我钱一定会要回来的 关键是我不相信他能要回来 这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 前几天他又买了一辆车 又被骗了 又买一辆车 对 找谁买车 找的是二手车商 那这次怎么会被骗了呢 车虽然发过来了 但是车况特别不好 根本就不能开 当时我买车 不寻思着 我说唐哥骗我了 我不再找他了 我就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个车商 然后他是说 这车一停喝我心意的 我就把钱给他转过去了 他是从外地发物流发过来的 然后发现货不对版 那车根本就开不起来 不过这个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 这钱也肯定能要回来 这个请你放心 这是多少钱 这个两万五左右 不是你为什么非要买辆车呢 我就没搞清楚 这事我特别困惑 你知道吧 这玩意就跟车干上了 就说我这个被骗了 我再来 我们碰到了很有执念的人 你知道吧 我就要买一辆车 我被骗了 我再买一辆 在后面的讲述里 没有第三辆车了吧 有 他现在还是 还有第三辆二手车 第二辆是没被骗 第二辆是我跟他一起买的 然后现在他再开这一辆 一共买了三辆 一共买了三辆车 对 这个第二辆车是被车商骗了 是吧 第三辆车是 我们自己开的 二手车 对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一万吧 在咸鱼上 然后找到个人来的 哦 哎呀我觉得好奇怪啊 你们俩反反复复折腾这车干什么 为什么要买个二手车 是说买个二手车 霍拉拉什么的吗 还是怎么了 不是 他摇到号了 然后占个标 哦 是占标的 行 这就是觉得这23岁小伙子不成熟 是吧 对 买一车能被人骗五万块钱 对 而且他还有一群不靠谱的亲戚 老是找他借钱 然后他自己的工资一共就这么点 他还在支援着他全家 你一个月收入多少 四千块钱左右 现在待业多久了 待业近一个月了 我一直在找工作 哦 然后支持全家是指支持谁呢 有一些几个远房的亲戚嘛 人总有落难的时候 他找我借钱了 我手头付有就借给人家了 关键是他手头也没多少钱 然后一点都不考虑我 因为那里边的钱也有我的一部分 因为我两个的钱是换成现金存在一起的 哦 你们俩的钱还存在一个账户里 对 谁管这个钱呢 放我这儿的是 所以人家那么信任 你把钱给了你 你还把人钱给瞎花了 嗯 然后他还特别没有担当 啊 怎么了呢 就是之前我们两个一起去无锡打工 嗯 他就是因为一些事要回天津 就把我一个人抛在无锡 自己买了一张票回来了 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宿舍特别无助 然后想跟他打电话聊聊天 但是一共没聊几分钟呢 他就说他父母想让他早点睡觉 然后就给我挂断了 也不搭理我 你带着人家到无锡打工 人家干活你跑回来了 对 因为当时我家有点 什么玩意儿 你这还对呢 你这 当时票比较难买嘛 我就先买一张我自己回来了 那不是应该先让他回来嘛 苦 嗯 因为是在天津 那时候我们还没见父母呢 那你更不应该回来了呀 家里有点急事嘛 我就自己买了一张票 先回来了 不过后来我又把他接回来了 还带着他旅游 放了放松心情 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他喜欢我 嗯 然后也感觉不到他哪对我好 嗯 我对你还不够好嘛 你当时在养猫的时候养了20多只猫 我也同意了呀 你养猫这每个月猫两千 都一千起步 我也没说什么 上次我去你家的时候 你还不收拾家 那猫都在猫沙盆外面上厕所了 这还是我帮你收拾的 那不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嘛 还有我在我自己家养猫 需要你同意吗 不是 你怎么会养20多只猫的姑娘 我自己喜欢猫 然后养了一两只 然后朋友捡招的流浪猫 也会放在我这养着 99只就变成20多只了 你现在还有多少只猫 现在算上朋友即将在我家的 一共还有四只 也算上我自己的 还剩四只是吧 对 还好还好 20多只只是最多的时候 而且我也不是说经常不收拾 屋子也 我也经常收拾 只不过是因为我工作太忙了 实在没时间 正好他那两次来找我 然后被他看见了 他收拾了一下而已 现在双方父母见过了吗 我见过他父母 他没见过我父母 见他父母的那时候 也让我比较生气 就是我们一起吃饭 然后他没吃几口呢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留我一个人在餐桌上 应对他父母 为啥 当时我已经吃饱了呀 我还留在餐桌上干什么 我走了之后 我想让你跟我父母 多聊聊天 多熟悉熟悉彼此吧 关键是我这个人 本来就内向不爱说话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呢 对不起我错了 那你就不能留在餐桌上 缓解一下我的尴尬吗 对不起我一定会改的 请你原谅我 而且他的控制欲还特别强 说说控制欲 我奶奶就是比较疼我 前一段时间想我了 想让我回家多陪陪他 然后我就回家了三个月 在这期间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催我回去 然后我不愿意回去 然后他就给我开视频 拿镜头对着猫 然后就捡我猫的胡子 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当时我就差点跟他提分手 当时我不是想跟你开个玩笑吗 想让你早点回来 多陪陪我 多照顾照顾猫 你说你走这么长时间 我不想你吗 走了多久 将近三个月 那你谈恋爱父母知道吗 暂时不知道 为啥 因为我父母不想让我找外地的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我找到外地了 他们肯定不同意 怕你远嫁是吗 对 家里几个孩子 家里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算上我六个 你是老大 对 你提过去见他父母吗 我说过 毕竟在一起四年了 我还是想见见他父母 关键是 他已经把钱都造完了 买车都废完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钱 买新车去见我父母了 这你放心 这两笔钱一定会要回来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 没必要在一起了 你父母知道你现在在天津的生活状态吗 知道 我妹也在 你妹也在 对 那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状态 就是在找工作 然后想着努力存钱 然后跟他分了 努力存钱的目的是什么 过好日子 你为什么不跟人分手 我舍不得他 毕竟在一起四年了 那你对他好点 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够好的 你怎么对他好了 他当时养猫的时候我也同意了 二十多只呢 那是一般家庭能养的吗 对 你除了同意他养猫 你还为他做了什么 我每天还接送他上班呢 还有呢 其他没有太多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跟你分 我觉得他太势力了 势力 那根本不是因为钱 因为一点钱就想跟我分手 那你家里有那么多不靠谱的亲戚 找你借钱从来没还回来过 他要是不乱造 现在都能买一辆新车了 我也不想被骗呀 没想到 行 那就说你不会过日子呗 人家有没有权利跟一个 不会过日子男人分手 有没有权利 有 那你为什么黏着人家 主要还是舍不得 在一块四年了 感情比较深了 你对未来有打算吗 有 打算好好找工作 努力攒点钱 给他过上好日子 他在台下可不是这个态度 他从来没说过要好好赚钱 而且还老是离职 只要工作又有点不瞬间 然后他就辞职 其实我挺同情你们俩的 23岁本该是朝气蓬勃 向上的 你看男生往这一站 暮气沉沉 我觉得你都快退休了 我跟你对话就觉得 跟一退休老头对话一样 真是没劲 您就更可怕了 23岁本该是青春勃发 你看那个背后 你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个好生活 就是现在在中国 你突然听到这么年轻人 跟你说这话的时候 我觉得恍若隔世啊 你给我描述一下 好生活好不好孩子 主要是有钱 主要是有钱 主要是什么 有钱 这就要了命了吧 就好生活就是钱嘛 反正钱是最荣耀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人家说知识改变命运 人要读书 为什么你会爱上了 这么一个男人 不会处理很多问题 又幼稚 但是你又那么爱 为什么你渴望好生活 好生活离你却越来越远 就在这个地方 他居然认知里面 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钱 那你这一句话一出 显然你就错了 这男人没钱 你干嘛找他呢 当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年龄比较小 然后意思是现在成熟了 那个时候知道爱重要 现在我成熟了 知道钱重要啊 这能有幸福吗 不行 我得让这些老师 好好给你们上上课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听你老师们怎么说 来 薄红兄 其实天下 每一个女人 都渴望爱情 都渴望婚姻 但都害怕受伤 女生认为 在这一段恋爱当中 她已经受伤了 而且 男生没有工作 没有存款 女生的恋爱观 婚姻观 围牢的就是一个钱 她认为钱就是幸福 有钱 就是生活 我告诉你 必败无疑 你以后输得很惨 不仅是你的人生 还有你的婚姻 你的爱情 所以 男生 我真建议你 果断 决绝地 分手 即便分手 你也要上进 也要改变 以后用自己 这样的一种改变 这样的一种努力 证明给她看 她今天的选择 是错误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波红兄 严老师 先说这个 女生 要和男生 分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选择 严老师 不错 真的是对的 对的 真的是对的 从她两个 分别两个个体来讲 我觉得都是对的 先说男生 你别怪我说的难听 你就配 别人和你分手 你二十出头的年纪 不去脚踏实地的工作 挣钱本身挣不了太多 你嘚瑟啥呀 买个车 左一个不行 要一个 要那个面子 不脚踏实地 不知道生活为何 你还追什么姑娘 结什么婚呀 距离那个还遥远着呢 也许这次的挫折 一辆车 明明一万可以买 花了六万去嘚瑟 被人骗 一个姑娘好了四年 在这个城市里打拼 很难得 人家就要和你分手 我觉得这些 对你来说是财富 真的 你才二十出头 什么都来得及 如果你今天一直到说 我这从十八岁 长大出门 打工赚钱开始 到现在 经过这两个大跟头 知道以后的生活 要去有规划 要去谨慎 要去务实 而不是要面子 而不是为了追女生 就满足她的虚荣心 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去做不切自己身份的事 你就成长了 这是财富 好不好 好 女生我跟你说 想要 钱更多 过好日子 我觉得没错 一点错都没有 谁都希望自己经济上 可能更宽阅一点 物质生活更丰富一点 是每个人都想 但是 钱不能代表幸福 当然 拥有更多的钱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觉得 自己稍微开心一点 但当你真的有 你想 现在想那些钱的时候 你一样不快乐 因为你的人生 没有一个你自己 有底气的 去拿到幸福的能力 所以先去把自己 做一个 更 打开的女生 你其实今天都是 勾着的 像你的背影一样 你认为她没钱 不跟她好 你认为有钱 就会割得更好 这些都是误区 这都是你对人生 错误的判断 所以先去修炼自己 去把自己的房间 收拾整齐 把自己的工作理清除 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一个你认为 和你匹配的 你认为优秀的男生 自然会来到你身边 所以你也没必要 去踩低她 没必要去看不起她 也没必要 说我分手 还还分不了 就大胆地往前走吧 做一个好姑娘 就会找到一个好人家 谢谢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你们俩分不分手 我都不关心 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 我都不关心 关键是姑娘 现在这个年代了 居然还有一个女孩子 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 站在台上说 好生活就等于有钱 这很可怕 这很可怕 姑娘 你会让你掉下悬崖的 你知道吗 严达老师 就像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希望薪水能够提升 我们希望自己付出的劳动 能够被他人正视 能够得到相对应的价值 因为可能语言描述的匮乏吧 使您把 我希望我能够过上 更为成功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家人为我骄傲 我希望自己为我骄傲 等等描绘 最后只浓缩成 我希望多挣一些钱 这是一句朴实的话 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些 我也认为这是恰当的 只是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建议女孩子 第一个 时间 这就是有的时候恋爱 在这个阶段它是个包袱 谈起来太费事了 它不但妨碍我们 可能自己制定的计划 并且因为两个人 生活目标不一样 会把你从原本的计划里拉走 比如说被她拿去买车的 两个人存下的钱 可能里头就有一部分 能服务于你提升技能 或者开店的梦想 但是就被她这么用了 其实人生计划 就已经被打乱了 有一些恋爱就是包袱 有一些包袱就得扔掉 回到你 您真的比姑娘的问题要大多了 你女朋友在努力学习技能 她在提升自己 你呢 所以当你站在这儿说 都是我的错 我都错了 你原谅我 我们俩在一起 好吗的时候 我都觉得 你不但是个包袱 还是一个湿答答的包袱 女朋友已经明确地表示了 我想独自向前 我也不知道前方 等着我的是什么 但我想努力一下 你在这个时候 不就应该说好 我也回去努力 如果一年后 或者两年后 我们都还是单身的话 到时候我请你吃饭 你再来考虑我一下 如果年轻的时候 都没有尝试改变自己 为未来的自己 争取一次机会 没有这样的决心勇气的话 那么跟你在一起 日子已经一眼可以忘到底 不但要穷 而且要永远为你 当下的欲望买单 放了它吧 然后两个人道一身珍重 各自提升自我 专注当下 结论大概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你把这段感情不合适 推论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 这里面其实暴露出几个问题 他离开你并不是你没有钱 他离开你是因为 你没有办法让他觉得 可以依靠和依赖 在你的身上他看不到希望 我理解的对吗 对 你选择离开这个男生 是没有错误的 男生如果女生不选择离开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你选择离开 他也是对的 你们俩是在一个 更应该做其他事的年龄的时候 选择了一个 你们不配拥有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爱情 因为爱情太奢侈了 就这个东西太奢侈 一岁 我认同米娜老师说的那段话 分开一年以后 如果还单身 你们可以再谈 行了 没什么要说 我就觉得 这本来不是一个 关于恋爱的话题 我们谈的其实是成长 两个23岁的年轻人的成长 在这个成长里面 我们看到了 人朴素的向好的那个心 我想追求更好的 你是想追求更好的 对吧 我觉得没有错 没有错 这是最朴素的 本能的 但是他没有方法 男生也想追求更好的 对吧 但是你现在做的 不够好 接受 就谈恋爱 一定要接受 你得认 人家不再爱你了 人家说要离开 你可以放手 有些人说我很执着 那你默默地去爱就好了 能理解我说的话吗 不纠结了 来一起进入真情里 你还记得咱们上台之前做的约定吗 如果台上超过半数的老师支持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一起走下去 虽然现在老师都不支持我们在一起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 像买车被骗这件事 我一定会把钱要回来的 一定会给你过上最好的生活 请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做出改变的 我之前也很想过要嫁给你 但是 现在我觉得我还是要再考虑一下 我觉得你应该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我是不是真的做出改变了 如果真的没有改变 到时候再走 来得及 我不会强迫你的 留下来吧 我舍不得你 就成熟这件事不是一阵子的事吗 你今天说我要成熟 明天不可能成熟吗 它是一个过程吗 对吧 你说我一定会改 他怎么会信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预测一下博红兄 就是他们两个人继续走在一起 也没有爱情了 只是一种习惯 男出女不出 哎呀最好都别出 对我觉得 就是谈恋爱没有必要说 我要等着你去成长成熟 就是人家也有权利离开 女生肯定是不会出来了 也不能这么肯定啊 我希望她不用出来 男生呢我觉得你也别出来 真的爱这个姑娘的话 你成熟了再来追她 来莎娜老师 应该是男出女不出吧 最好都别出我觉得 对 最好都别出 那就有一种可能 有可能都双出 啊来 咱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有话跟她说吗 其实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回来的 我还是舍不得她的 谢谢你 请回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 未粘膜 认准 葵花魏康林 再一次感谢 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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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